應該拿出港英旗,在這裏踐踏國家的權益 這是屬於叛國分裂國家的行為 一定要立法制止 你們說,你要我承認一黨專政的共產黨才叫中國人 我寧願不做中國人 我是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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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入地獄,誰入地獄 破地獄主持,SOHO,林匡正,Ben,麥仔 好,開始了,歡迎收聽收睇,破地獄 原來沒有很封鎖的 這是新辦公室,大家都是第一次做 林匡正不見了他,林匡正在哪裏? 林匡正在哪裏? 問你吧 你不認識 有你回來 就是這樣,不是因為我在這裏,他又不回來 因為我昨天在前線跟他吃飯的時候 我問你做不做? 又不做 原來他想見我請假請得多 所以就要屈我做一天 他自己放假 那你也能屈我 因為他這裏很忙 他很積極考你一些事 今天有些準備經膚 這才是真的 大家不要忘了 所以今天不好意思 其實都是我頂的 我會今天做主持派派 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我們一來到今天 其實都想講什麼題目 先講一下,不如講一下施政報告 因為雖然很多節目 我們已經流到水尾了 星期六就已經是 但是施政報告也是要講一下 尤其是 我都知道新廠的設備比較不同 所以大家也要適應一下 我們連 chat room 也看不到 對呀,真的有Like 不過真的覆不到你 chat room 因為我們也做不到 chat room 其實我都很想問聽眾 你的門音大不大 恐識已經沒有辦法 和大家直接討論 現在要看自己的樣子 要看上角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看上角 你看到我看上角 其實是在看過這裡 不想看自己的 是的 講施政報告 其實真的 你可以說有很多話說 又可以說沒有什麼好說 但是 上個星期 即我們來到這個星期 星期六 其實已經之前很多節目 就講了 例如尤其是關於土地 房屋方面 很多都講了 今天我們講的 可能就嘗試一下 包叉其他 其他比較少講的地方 例如 最近又講得很興起的 這個我剛才看到有 焚化爐的問題 最後是否又起焚化爐 又或者貧窮線 這兩天又開始咬得興起 所以說這個施政報告 一出台的時候 梁振英 立即高了一點點支持度 新時刻都是三日香 但是我相信 尤其是這陣子的評論 現在開始陸續出來 看到他初頭身份 有幾多萬個單位 接下來會落成 原來是十年這樣計 除開 很少 是困人的 那大家怎樣看呢 有什麼特別想說呢 我先說一下感覺 分析到處都有很多 看多少都看不完 如果你問我自己的感覺 很簡單 一個廢字都可以形容 對 所以說沒有話可說 很多人都會有這個結論 大家可以看看外國勢力 西方傳媒怎樣看梁振英 糾結西方 有個網站很有趣的 就是搜羅了一些歐美大傳媒 怎樣說梁振英出這個施政報告 第一個福布斯的新聞 就說 Hong Kong unveils FIBO plan 什麼意思呢 無能 福布斯就直接說 CY這樣的施政報告 是一個無能的計劃 另外 美聯社就說 怎樣形容這個特首 就是unpopular 不受歡迎 老實說都很客氣 比起我們用那些用字 另外有傳媒 就是不用unpopular 就用dislike like大家都知道 Facebook經常都做的 他絕對當之無愧 是一個dislike的特首 另外 如果看一下Fox News 這個福士電視的新聞 他就會說梁振英 是北京backed leader 說明梁振英 只是北京橋嶺 是這樣形容的 另外澳洲的報紙 都是說北京的意思 甚至乎去到巴西 有一個有趣的報道 他截圖了 長毛 當日在立法會 就擺了一個大話精的公仔 就是一個吹氣的氣球 代表梁振英的鼻子 在巴西的新聞上了 CY也可以說是光宗耀祖 光宗耀祖 不過阿Mo 你說的阿Mo 阿Mo那裡真的虧了 因為他被馬逢國投訴他 是啊 幼稚園 原本我相信阿Mo 我們在現場看直播 就想著他那一夜 可以有個機會 走出去扔 誰知道他被他一投訴之後 主席應該叫他起身走人 這樣虧了機會 搞到第二天才可以再扔 而且子豐真是不可掌 你說如果隨便有個人 告他 說他吵親我 然後就可以趕人出去 那個罪名是不專心 很多評論都說 幼稚園上課不專心 那些建制派睡覺 玩拉屁 寫大字 寫大字 那些都是不專心的 不過我一開始聽這個施政報告 相信很多聽眾都跟我們感受一樣 一開始就很大篇幅說 中國關係和香港關係 尤其是把我們正式立入了十二五規劃 也把各種重點放在中港的關係上 但是最好笑的是什麼三明水秀 趙sir 你說一下 他那些用詞 你覺得那些有沒有問題 就是三明水秀 六幾天風中 那些旅遊團 那些旅遊團簡介 你有沒有什麼評價呢 那些沒有一定 施政報告寫得這麼文學 都是歷來少見的 你看到以前那些都是 幾大陸式的文字 他在這裡也少了一些 可能也有看陳文博士的文章 也有修改的 不過我看到一些奇怪的 施政報告呢 我覺得 近一個禮拜 接近一個禮拜 都很少有人評論 就是你發覺 這次他開了很多委員會 而這些委員會 很多人就說他為了浪費錢 或是為了搞事而搞 研究 我不是這樣看的 委員會很嚴重 他有讀中國歷史 中國歷史是怎麼回事呢 蔣介石我們通常怎麼叫他 蔣委員長 通常這些獨裁政權 或者專制政權有一個特點 他就發覺他動用政府官僚很困難 他就開一些委員會 出來架空那些政府官僚 希望他集中自己的權力 所以委員會越開一波 就代表那個人有兩個特點 第一 他控制不到官僚體系 第二 他很想集中自己的權力 那麼在這方面 看到施政報告有這個特色 即是好像共產黨 有什麼大糕東西 就開一個工作小組 工位又下去 是啊 完全是同一個套路 同一個套路 古代中國也是 你發覺外朝用不到 你就搞內朝 歷代歷朝都是這樣 藍書房的名字不同了 實際上同一個單位 其實就是這樣 鑑園有官僚康教 所以你發覺出來之後 林鄭月娥說了一番很應景的說話 就說他梁振英 以前始終沒做過政府 所以有些事情就掌握不了 是說他很努力認識政府的程序 其實只是說他不認識 這件事也看得到 以往古代的宦官 是為什麼無權變有權 我覺得在今朝 我終於看到了 即是開了很多宦官位 現在都有多少個委員會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數到的都有十三個 有些很明顯是假裝做事 例如那些什麼 私扒之後的聯合工作小組 那又搞私扒那些 有些奇怪 有些很明顯是政治籌用 漁業持續發展基金 我提提大家 漁龍界在香港所代表的GDP 大約是零點幾個巴仙 忽然間就給5億 給他們做一個基金 大家想想 當時CY當選 漁龍界都出很大力去幫助 劉主有功 對 那又獲得5億元的漁業持續發展基金 香港有三文宇出 那天何俊賢 即是漁龍界的立法會議員 還好像罵CY 罵得很凶狠 就說5億做了些什麼 即是你現在的漁業搞死 他也有份開會上Facebook 突然看到IPAD在被人拍 公平地這樣說 我覺得開會上Facebook 是很合理的 睡覺好像中樹根 我那天都會殺到他 我知道 但以後不要讓他看到 他拿這個理由來玩 是 沒錯 一定盯死 但漁業不是我不支持 我也很支持 香港有自己的漁龍產業 但這種利益輸送 和小圈子 其實分到都是他們的團體 尤其是漁民分到 所以說這個漁龍業拿到5億之後 其實算了 你閉嘴 不要再吵我們 但我又留意到一個很奇怪的局 就是金融管理局 金融發展局 金融發展局 沒錯 金融發展局 我聽說是跟金融發展局 混亂了 金融發展局 我不知道有沒有理解錯誤 在那時候 梁振英上起的新架構 五四十多名 五四十多名 那時候已經提出建議 而且好像真的正式是一個局 我們討論金融發展局 試一下 定義一下這個局 應該定義不到 根據陳家強 財經及庫務局局長 陳家強說 這是一間擔保的有限公司 是一個高層次跨界別的諮詢組織 CY都說 這個是諮詢組織 這個暫時過度性的主席 查史美倫就說 其實這個是民間機構 可以說是民間機構 原文是說 就沒有法定地位的 也都沒有授權 當然沒有授賄的機會 又可以收學校 公司的官款 不知代表誰 政府走出來解決 又是公共機構 然後呢 這個財務局又再出來說 是 它其實都是公共機構 那些都是公職人員 是會受到 防止賄賂條例的監管 那就是看到了 其實 初初出來 他就打算輕描淡寫 就說 我成立一個局諮詢而已 那被人質疑 尤其是立法會議員 都很質疑 喂 他是為誰做事 我們怎樣可以監察他 當有這些質疑的時候 就 才會有些AO 走出來 其實想想一下 我們都應該會有些條例可以監管到的 是不是呢 其實沒有人知道 究竟這是什麼局 又是沒有人知道 即是現在還沒說清楚 究竟是 現在是 如果你在公司條例下 你有限公司 你用個局字來做 有限公司 可能都有少許問題 如果不是我都可以開一間殺糧局 是啊 這樣真的會有問題 但現在這個主要是針對哪一方面 因為如果你說金融政策 我們除了有陳家強、索強的局 我們管理貨幣 有一個金融管理局 有現在陳德琳管理 那這個法資局究竟是advice 還是怎樣 查史美麟都說 類似你的說法 金融政策 大貨幣政策 現在金融管理局正在做 我們只不過是諮詢 他有這樣的解釋 奇怪了 諮詢之罵 但那裏裏面的人是粒粒皆升的 很多報導都說裏面 譬如有朱鎔基的兒子 朱長雲 裏面還有很多其他 香港的國企的高層 那麼大部分 代表國企利益的人 可以左右香港 說我們有幾萬億儲備的 那麼多的資源 可以做什麼都可以了 很喜歡聽查史美麟的回應 就說香港人不用這麼好信心 他們佔的比例不太多 我們不會控制得到 但是這個局 我其實最想知道 他究竟有什麼實際的權力 可以做到什麼 如果他只是一個諮詢架構 或者可以說是一個分餅仔 大家坐在那裡聊一下 給他一些意見 那就不需要搞到這麼大堂的事情 如果可以跟回趙博剛才的說法 其實他成立這局 是想架空現有的AO BANG 我這樣跟你說 陳德林是誰找回來的 珍珍 珍任權找回來的 我們當時打倒阿唐 就是任志剛有仇口 但是你發覺任志剛下台不久 梁振英就上台了 五指剛有大報復 陳德林控制不了 控制不了 唯有的辦法 就要成立另一班人 就是這班人看下去 就好像影響不到 但實際上是粒粒戒性 所以權不入中書 這句話 就是歷史上 權不入中書 就去了哪裡 要是去了橫貫 要是去了他自己家臣 所以這個梁振英施政報的 我形容是家臣化的政治制度 其實在他們的計算中 你可以看到他們 希望收到一石二鳥之效 他們希望透過成立這個金融發展局 第一 可以確保到大陸他們的那些 需要透過香港去保障他們的既得利益 繼續可以有一班人幫他們看著 不用落入在陳德林那班人的手上 第二 就是說他們也可以透過建立這個局 慢慢去建立自己的梯隊 慢慢去淘汰 架空了現有那班金融管理局的人 很明顯 如果放牆來看 開頭他們可能在頭一兩年都很謙謙卑卑 但是當你習慣這樣 在不知道的五年八年之內 他們會忽然之間發揮作用 甚至會取代了金融管理局的位置 一點都不奇 你看一下他對中策組的政策 其實放的位置 是跟整個今次所謂的金融發展局 或者其他委員會都是一脈相承的 即是有一個所謂的中策組 本身是一個諮詢組織 現在變成了一個權力核心 甚至可以委任官員 都要經中策組 其實你看到發展局也是這樣 其他委員會也是這樣的模式 當然有一些是派堂的 純粹是塞住他的把口 但更實際就是他希望 將他中央集權化的一個很具體的表現 這件事是 那他這個委員會制 可否收效呢 大家猜猜 昨天你有出席前線那個 晚宴 林瓏洪來了 我上網看了他 說了一件事 說得不錯 他說某軍跟他說 孟漢 唐良之間是這個 人民內部的矛盾 這是毛澤東的術語 人民內部矛盾是可以談 可以鬧可以談 但跟泛民之間是敵我矛盾 你問我這個委員會 這堆委員會 是否收效 就可以團結內部 團結少數 對抗多數 我們小學的時候 有些同學 發覺很多人針對他 他們做了一個辦法 他在別人針對他的時候 他想一個辦法 他跟所有同學 大部分同學絕交 兩三個同學 在一起 跟大多數同學絕交 梁振英在做這件事 一個人孤立全世界 對 八國聯軍 西方列強 搞慈禧 慈禧很不強 他找一個方法 就是一次過跟八國國家開戰 沒錯 要跟所有人宣布 你們是階級敵人 要打你們 梁振英在做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挺成功 他挺成功 團結了表數 對抗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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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振英很明顯地表現到 好 再看一點就是 現在你看到的局面 就是整個朝光敗壞 不停地看到 有些新的很臉腫的架構 完全都是不倫不類的東西 去企圖架空現有的體制 你接下來的結果就是什麼呢 如果看以前的中國歷史 可能大膽一點的 就夠膽一次過殺了那些舊的神 明朝那樣 對 但是今天他不可以這樣做 他唯有忍著慢慢捏下捏下再去淘汰 但是客觀的一個效果 你就看到 那個結果最慘的是要我們去承受 對 我覺得這個很好 有網友說CY表演魔術 點金成石 這個成語用也好 我今天駕駛車來的時候 駕駛車來的時候 聽到張炳良說話 我覺得挺好的 他就說施政報告出來之後 他就勸於市民 就不要瘋狂買樓 從這句話可以反推 施政報告出來之後 市民就瘋狂買樓 所以他打擊樓價是他的重點之最 但是打擊越打越激 越打越激 越打樓價 推高了 正如他說沒有說過的話 就不一定不做 施政報告沒有那些 不代表未來都沒有 總之調算來看就可以 就是當年那些 已經不說不存在 整班人 大哥 他在施政報告之前 就全部都封了本 又一出來 哇馬上升得多厲害 是神經病的 我是很感謝梁振英 他是買飯班主 真的很厲害 現在市場是瘋狂到沒有朋友 所以梁振英這方面也是有功 接著要講一下我的問題 因為你說到買樓炒得這麼高 我們這些貧窮 我等於青年宿舍 這樣等等可能變成中年宿舍 你明白嗎 變成中途宿舍也不記得 你明白嗎 所以說CY雖然說青年宿舍又搞 但是完全你又看不到他 他說可以是 這個政報告可以去十年 他是十年大計 但是看到他這些政策 連很多市民打算 你都沒有舉低措施 唐油不派黃學人 他一貫企業 連電費都不提 在財政報告也未必可能會有 市民打算他們是N無人士 他批評這個政府就是N無的政府 我這句真是非常忠能 在施政報告開頭公佈之初 其實我們發覺 過去幾份施政報告都會是這樣 都是開高走低 因為開始出來聽一下 他一定用最好的言辭包裝好 你未來得及思考 你聽到他有說的事 你未留意到他沒有做的事 但是往往過了一個禮拜 你發覺通常每一個特首 那些施政報告的評價 一直是直線下降 梁振英開得低 跌的時候也跌得急 我們不妨再看看 梁振英這個施政報 其實有些什麼問題 根本沒有解決過 剛才SOHO你說了 其實很多的住屋問題 基本上沒有解決過 他將建屋數量 七萬五點 原來是超過五的 要除五的 這個已經該死了 然後已經發覺原來是抄曾蔭權 曾蔭權 都是說一萬 也不要先說 那些什麼天橋做電梯 又在偷人家的榮譽 然後再看看 我們看到他自己再 在津津樂道的解決相非 以及處理水貨客的問題 其實今天再看看 你說是嚴重了 還是舒緩了 首先看水貨客問題 現在這一刻 是當下水貨客問題 爆發最重要的時候 你看到已經有水貨客 可以直接出糧 給本地的一些老人家 去幫你去全港性搶奶粉 沒錯 奶粉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不了 不僅僅 還要到處去接 如果在網上看到 有一個叫做奶粉搶購地圖 大家可能去Google Map 會找得到 世界性問題 是的 計香港 台灣 紐西蘭 澳洲 美國 加拿大 現在最新的一點 去到烏拉圭 烏拉圭 是的 我不明白 全球化才幫助中國大途 其實我不明白 烏拉圭搶奶粉 但我覺得很痛苦 德國那裏一樣有這樣的情形出現 哪個牌子我自己去查 這個問題根本沒有舒緩 香港當然也不能獨善其身 這些水貨客這些問題 現在你看到水貨客已經變焦 跟這些保安人員去衝突 我不會認為他有解決任何問題 而且問題嚴重了 他也不能出手 真的很嚴重 因為我剛才也是北區出來 我跟馬基平斜那裏看 他們擔心東北區的收地問題 一上沿著粉銘電子站 上水電子站 那些全部都是水貨客 上去到平程 我們打算聽居民說的 收地 政府正在來上東北發展的計劃 原來他們都是受水貨客支付 因為他們在高一點的位置 他們要買東西 都要回到市區的地方 結果都是被人搶負 最新的你見 東鐵線全部個個站都淪陷了 我在中文大學站出入 一樣是有人搶負 搞吐三缺 即是打你這個站 警察是抓人 就去旁邊的站 對 就擠到粉銘 全都擠到周圍 再說 其實還有一個雙非問題 我們以為解決了 他自己都很招職 說自己已經是靈 零配合 實際 你有張良界 別人有過場梯 別人懂得化整為零 最新是怎樣 已經可以 國內的孕婦 他不想做雙非 他不就去做其他國籍的人 他一樣去移民 去一個阿洛雅圖 阿洛雅圖 南非那些都聽到 最新是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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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就說菲律賓 其實那個移民審批制度都嚴 但是那邊有貪污 其實都是給錢就減便 給錢就少 以前說去阿洛雅圖 要過百萬 南非那些 變成他用菲律賓人的身份 來在香港生小孩 就可以避開這個配額的問題 有網友說你肥了很多 蘇豪 發表一下 你很像林鄭 你不像林鄭 放了兩個月假 所以要做多些運動 你去洗牌拿 笑一笑到約鏡頭看一次 講回兩個問題 第一就是講那個搶奶粉問題 搶到烏奶龜 搶到八世 其實這個也不新鮮 這個本身在十年前 中國加入WTO的時候 已經講一個問題 就是輸出貧窮問題 或者輸出糧食飢荒問題 因為中國的人口是太多了 佔整個世界的五分一人口 你一富裕起來 世界糧食肯定是搶購的 所以如果你要解決這個問題 理論上是解決不了的 因為它只會是全球化問題 但是如果梁振英政府 要在施政局局做的話 是不是真的 將它有效地規範去管理呢 譬如說可以在新界西北 東北開一些貨倉 就是給別人去買 這個你永遠是解決不了的 因為你自由出入境的問題 所以梁振英政府很明顯 就是我看整份施政報告 是兩個字 妥協 向全部問題妥協 就是建樓的問題 建樓問題 你建這麼少的樓 第一 第二你是不會做任何 譬如說資產增值稅 沒有搞過空置稅 向地產商妥協 在整個委員會裡面 向公務員的妥協 你發覺最後搞什麼搞不到 你唯有要妥協 然後另外有一些新的途徑去做 所以整個都很配合梁振英 一貫的風格 他要幾十年來都是妥協的 是嗎 再提到一件 其實就是雙非人會帶來的問題 除了奶粉以外 是我們最近這個禮拜 才看得到 其實很多人沒有留意到這個問題 就是紅十字會呼籲人捐血 為什麼會突然間香港會缺血呢 為什麼無端間香港會缺血呢 香港其實紅十字會一向經常缺血 但是這次我特地去看 原來這次缺血的一個很重要原因是什麼呢 是原來很多的血要用在這個產科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產科 那你想想如果它有產科 你很明顯想到就是直接的原因 就是你一定是因為有 這個很明顯的 香港的產科醫院 其實香港人負的比例已經是不高的 不是說香港人負的比例 不是這樣的 但是現在就是忽然之間 就是因為要接收多了人負 令到那個血腹的血一直非常之不夠 其實一件事我就覺得 一講開我想香港人很多都很放昏 第一件事你就會想一想 會不會是我們去捐的血 要給別人用呢 你就會這樣 你說奶粉什麼都算 大哥我們自己都不夠血用 我要拿我的血來給你用 就是這件事一定是引起公分的 如果這件事不處理 不解釋清楚的話 一定是引發了更加大的問題 梁振英不要說我們沒有什麼 建設性的資料給到你 眼前一個大的危機 一個你自己的執政危機 你要去管好它 所以說真的踩到近身了 這些問題 所以你再這樣逃避 整個施政報告又假大空 沒有什麼特別可以幫到現在 香港市民 所以你不怪得你的民望 是跌得這麼厲害 我講得怎麼樣 關於梁振英對共識這兩個字的看法 第七十段 關於新界東北發展 他當然想發展 他就說 社會不會有百分百的共識 我們不能夠 亦都不應該等待百分百的共識 好了 他就說不要說太多了 九十七段 講全民退休保障 他就說 僱主僱員政府三方 這種搞全民退保 很富爭意性 應該客觀分析不同意見 就退休保障的路向 建立共識 那就是說 其實又要建立共識了 最需要是什麼呢 去到第一百三十一段 講不同性傾向人士 最近講同志平權 想諮詢這件事 又是說 政府明白這是很爭議性的議題 我們希望廣泛聽取不同意見 政府目前沒有任何諮詢計劃 好了 究竟他覺得 共識是重不重要呢 有人就說 他想做那些 就不用共識了 他不想做的 又怕工研會會說的 那就說 要找共識了 我看不到他凝聚過什麼共識 他凝聚過很多共識 就是反CY 他搞事 還有搞自己的小圈子 分化了 結果就 OK 好 這一節時間差不多 但接下來不要走開 因為趙博會說些 好爆 好黑好爆 踩上街 踩上街 記得留下 去廣告先 1974年 一步改變美國恐怖電影史的電影 今年可能是你第一次 親眼冠證3D殺幕現場 德州電影的殺人狂3D 1月31日 埋身約殺 想減肥 又不想辛苦 還要有得玩 又開心 和平通全香港 快點來 例程美學方 Bally Dance Corner 他們有 減壓瑜伽班 燒脂印度舞 健體排排舞 素身泡皮舞等等 自己覆場練習都可以 而且還有 多款跳舞衣出售 現在星期日 還有免費試玩班 想知詳情? 快點上www.abdchk.com 或者打27826818查詢 我去報名先啦 風雅少時 談天雪地 喜愛全天候 一個一夜情 妄想最大檔 愛上摩天 大把戲 愛上網 香港人網 精彩盡錄 120分鐘 為你環遊一週節目 逢星期六晚11點 輯錄一週節目精華片段 人網實體 看實在香港人網 嘩!Jackie Lin真的很厲害 我不試過也不知道 原來真的可以 Jackie Lin當然怎樣 相信我 Jackie Lin超級 你在說誰 你連Jackie Lin不認識 當然也有暗瘡 有Jackie Lin 沒有暗瘡 是否電話公司 請問Jackie Lin的電話幾號 任何類型的暗瘡 都可以自已 身體質素改善 暗瘡自然就終極 我是找Jackie Lin幫手 他倆二科 解決產業暗瘡 一無暗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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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Jackie Lin無暗瘡 新民主和民建聯 民主黨 各門各派 牛鬼食神 群共俗六 立法會 千萬不要用一個超錯的方法 結果是錯上加超錯 他指控唐英年的事 正正是他自己在做的事 所以他記得很清楚 香港人網同步直播 逢星期三立法會大會 及每日精選事務委員會會議 雙趴前後左右中間 全方位紀錄純槍涉戰 以至高話則 捕捉至真至假至憂至滅 香港人網敢說至好聽 對 我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 破地獄主持 SOHO 林匡正 阿Ben 麥仔 好 第二節的趙博教授 同理論盡中國歷史文化 引入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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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手評 我們今集預備了一些特別的事 跟大家說 這個特別的事就是 講洪門 什麼意思呢 計算共產黨之後 中國歷史上第二大組織 是 是 那就是共產黨是第一的 我不想用黑社會來形容 我講共產黨 這個可以再商討 黑社會有定義 黑社會的定義就是 你是一個地下組織 所以共產黨就不算一個黑社會 嚴格 毛澤東說陰謀相反應該是洋謀 黑的相反是什麼 白社會又說不上 黑道染白 今天講洪門 洪門 我要從學術一點的角度 因為我們讀中國歷史 先介紹一些學者 如果對洪門有些認識的話 近年其實對清史的研究很多 對清史研究的很多原因 就是因為故宮的檔案披露了出來 我自己在北京故宮歷史第一檔案本裡面 是有比較長時間的研究 我還留在故宮裡面住 沒有什麼人可以做到這件事 紅七公做到的事 紅七公就是 我留在故宮長時間做檔案的研究 在這方面的權威 有一個台灣大學的教授 莊吉法教授 他是寫比較多的論文 而香港也有專家 香港是一位警務處的專家 叫葉包福 葉包福先生 他在2004年已經過世了 他跟我有很深淵源 但是這個就遲些先說 那我想說洪門 我先說一件事 我想說洪門 你知不知道入會儀式 就要做一件事 做什麼的 阿Ben你知不知道 入會儀式 入會儀式 第一件事要做的 那些什麼蕭王子的東西 蕭王子之後就要怎樣 燙雞 對 要斬雞頭 知不知道為什麼要斬雞頭 阿Ben就蕭王子 我以為是拜神的意思 斬雞頭有特別的意思 斬雞頭在一個述劇裡面 有叫做斬吉 有叫做斬七 斬七 黑社團的帖裡面 是123456吉的 他不用過七字 因為七字有特別的意思 話說洪門開山祖師 就是天地會開山祖師的時候 其中有一個人出賣了 他們的少林的綠組 其中一個人就是排第七 那個人就叫做馬寧儀 聖馬叫做馬寧儀 就是很多什麼洪禧觀 方世鈺都拍過去了 他有排第七 所以自此之後斬七 斬吉 斬雞頭 就代表斬二五仔 二加五就等於多少 就正正是二加五 等於七 就等於馬寧儀 因為想避了七字 太壞了 對 很佛地摩那些 you know who 我們不說他的名字 他不說說他的名字不行 是說他的名字 覺得掩污自己 講一下